小米12T系列 YO 大家 不只要大家看完小米12T系列的这个发布会之后 对它这一次的定价还蛮溢满 那如果你是准备好要入手这台手机的话呢 那你就来对迪哦 今天X2快速带大家好好了解了解 这台机子到底有什么值得入手地方 有什么过人之处这样子 在影片最后也会给大家一些入手的建议 那我先来聊聊我第一个想讨论的东西 也就是它的机身设计 外形设计上我觉得今天小米它把它所有手机的产品线 不论是什么定价都好 它都把它的这一个设计做到非常的有水准 无论是红米的Note 11系列 还是小米的12系列 还是这一次介绍的这个12T系列 都离不开这一种区间矩阵的这个模组设计 整个镜头都简简单单的排列 再印一个200MP的字眼 我个人是觉得挺喜欢这一次这个设计的 那今天小米都把它所有的产品线都 统一它的设计之外 除了就不会让小米手机的外形看起来那么乱 而且是非常统一的之外呢 人家一看就认得出 这个你用的就是小米手机了 第二个就是颜色 这一次的黑色其实跟以往小米机纸的黑色有点不带一样 这次呢深水了非常非常多 在光线补补的情况下 橙色都非常的耐看且舒服 总之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的厂家呢 又挽回黑色了 然后每一个厂家都有不一样的特色 我又重新喜欢这黑色了 虽然磨砂被盖是不会弄到油油啦 不过这一款黑色除了吸收一切的光线之外 也顺便吸收了一点点的指纹的 但如果要比起亮面玻璃还是材质的话呢 它还是容易清理非常多的 接下来看看细节处 为了要做到性价比所以塑料中方呢 是难以避免的 但好是好在中方的边缘和顶部呢 都加了一个亮面的打磨 加上这一支也有不错的工艺 所以其实它整个机器的Build Quality呢是在线的 这次12T Pro的重量达到了205克 厚度也来到了8.6毫米厚 其实握起来还是蛮有份量感的 如果你是小姐姐用户的话呢 我还是建议你先到视频店去try它的手感 还有你能不能触碰屏幕的每一块区域 这样子才决定要不要入手会比较好 那至于是男生的话呢 我觉得它的手感反正是非常非常适合你们的 来到了它的显示效果 这一次的屏幕搭载了一块6.67寸 120Hz AMOLED 具备480Hz的采样率 HDR 10 Plus以及446ppi 现在说到这一块屏幕给我的第一个感受 就是它的边框呢 比起上一代是大幅度缩窄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均匀的窄 这个超窄的屏幕不论是日常使用 你还是游戏都可以体现到很好的一个观感 加上本层屏幕的素质是很棒哦 所以在任何的场景下它可以给到你非常非常满意的这个视觉效果 再来就是这个1.5K直屏 经过我这一段时间上手之后呢 我发现其实它的油点还真的是非常多了 它的显示效果虽然不如2K 但其实细节来说的话 如果你不是细节往肉眼看 其实不会差太多 也因为如此它的功耗也不会去得太大 加上它这一次还配备了一个5000mAh的大便室 还有一个扣背跟性能都非常不错的CYALON 8 Plus Gen1 这意味着它是一台续航表现非常非常优秀的手机 120W的快速也让整个使用到回血的过程加分不少 更更加分的是呢 屏下指纹解锁终于下放到这一次的小米12T系列了 那不用担心它的解锁速度是非常精准也非常快的 然后呢瞬间就让这一款产品有非常多的看点了 最后就算再一提这一次的喇叭呢 是哈曼卡登调音的 我个人觉得这个喇叭呢 它主要的高音细节是很到位的 然后人声呢是比较突出的 只是重低音的部分可能稍微不够低层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在看戏还是打游戏的时候 其实它的感觉给到你是OK的哦 然后如果你是这样听歌的话 可能它会少了一点点的味道 在硬件的部分 这一次Lex拿到的是8甲256GB的版本 RAM的部分用的是LPDDR5的内存硬件 也有VRAM的技术 其实一般使用是挺好挺舒服的 也不会随随便便杀后台这样子 但如果你要用这个版本去打原层的话 它整体而言是打得过 可是会比较有点吃力 而且当放大200MP照片的细节的时候 不知道RAM是不是会影响的主要因素 确实在放大的时候 加载是需要更长的时间 这一点Lex之后有机会会去实体店呢 再测试一下 然后在留言下面呢 update一下那个结果是怎样的 但如果我没有update到的话呢 要么就是我找不到 另外一个更有可能的事 我忘记了 那来到了重点细节 Sharon 8 Plus Gen1的表现 比Sharon 8 Gen1好多少 相信对我怎样强调了吧 原神基像画质60帧 室内开冷气 26度打30分钟表现 算是刷新了我目前上手的 安卓机子的新纪录了 帧数是非常非常稳的 基本上不会频频掉帧 而且GPU的图像悬软输出都很有保证 特效那些都很精致很漂亮 而且在万页放完大招之后呢 还可以顺畅的切换其他角色 大招不到这样子 重点是打了30分钟 温度只控制在40-43度徘徊 掉电10% 对于这一次性能的优秀表现 加上它又是一款直屏手机 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荐 游戏玩家可以考虑这一款哦 是不是觉得怪怪的咧 平时影像系统的chapter 我应该会在上一个chapter讲的 那是因为我想把好戏留在后头 首先这次搭载了三镜头的镜头组合 分别是非常夸张的 200MP的主色 自带OIS 8MP的超广角和2MP的微距 既然如此我们就循序渐进 好戏就留在后头 我们就先来看看微距的样张吧 其实对于2MP的镜头来说 拍到这种效果 我觉得首先是很不错的 不过细节方面还是少了一点点的张力 但我觉得至少会给到有人抽出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次已经做得很好了 在超广角的部分来说 这次的机变和变角的细节闪掉的问题 都处理得挺不错 虽然是一颗普通的8MP镜头 但对于热虫来说是绝对足够的 到了主色 这次12T Pro其实算法上是提升非常多的 虽然关掉HDR和AI之后 颜色其实还是跟肉眼看上去的那个颜色还是有差 但因为颜色较为显眼和高薄合度 是属于一般用户会喜欢的味道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些照片是你压的感觉 那我觉得不开AI和HDR的效果就很足够了 而且这一次的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分明 从物体的影子和地板的成就感都全是非常不错 照片是很有绅士感的 来到了这次主打的200MP主镜头拍出来的东西 首先是细节肯定非常赞的 不过比较满意的是算法的调效和主色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如果要拍一些特别重要的照片的时候 这个功能其实还算特别好用的 比较照片基本上也不会超过60MB 所以我觉得不大需要担心容量的问题 阅景的部分主镜头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的 这一次的算法主要加强了光线的键程细节 还有光线的控制 其实可以从后面的建筑物 还有MacD那个黄灯的压制效果来看出的 而且还有OIS的加持 基本上即使在光线比较稀缺的情况下 实力还算发表的不错 只不过超广角的细节会开始下降了 暗部细节大部分其实也是老不回来 但毕竟是主镜头的表现很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遗憾我是可以接受的 录影部分这次最高支援了8K 24fps 开了防抖只能去到4K 30fps 这一次的防抖效果比起上一代来说是有进步的 只要没有太过高速的移动都不会有一个股东的问题 这一匹的视频能力还算不错 说了那么 Dolax觉得这一次这个12T Pro的升级还是有感的 主要我觉得它非常适合三类的用户群 首先是你很爱打游戏 但同时你很需要有一定拍照实力的手机 那这台手机是非常非常适合你了 而且还有很多加分项去驱使你入手 前提是你要入手12GB RAM的版本 第二类是你希望买的一个硬体可以足够支撑你使用两三年的手机 然后前提是你不介意120W会带来的这个电池寿命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一款手机也是非常非常适合你的 最后当然就是包具打 其实这段时间我觉得它的显示效果跟外放效果是在线的 加上这个续航是真的贼文 如果尝试看戏的话其实真的很爽 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